歌林多前书第九章 我不是使徒,在你们我总是使徒,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,我对那旁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,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?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,带着一同往来,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? 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?有谁当兵自备良想吗?有谁栽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?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? 我说这话,其实照人的意见,律法不也是这样说吗?就如摩西的律法记者说,牛在肠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。 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?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?分明是为我们说的,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,打肠的也当存得良的指望去打肠。 我们若把鼠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,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,这还算大事吗?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,何况我们呢? 然而,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,倒凡是忍受,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。 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?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?主也是这样命定,教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。 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。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,因为我宁可死,也不叫人使我所夸得落了空。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,因为我是不得已的,若不传福音,我便有祸了。 我若甘心做这事,就有赏赐,若不甘心,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。 既是这样,我的赏赐是什么呢? 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,叫人不花钱得福音,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。 我虽是自由的,无人侠管,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,为要多得人。 像犹太人,我就做犹太人,为要得犹太人。 像律法以下的人,我虽不在律法以下,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,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 像没有律法的人,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,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 其实,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,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 像软弱的人,我就做软弱的人,为要得软弱的人。 像什么样的人,我就做什么样的人,无论如何,总要救些人。 凡我所行的,都是为福音的缘故,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,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。 你们也当这样跑,好叫你们得着奖赏。 凡较力争胜的,诸事都有节制,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,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 所以,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,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,我是攻克己身,叫身扶我,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,自己反被弃绝了。 本集中必应来吧。 感谢观看